吃完了 没事 反正晚上 你看 这个乔人着眼中滚烫泪花的男人 一句话道出了穷人的艰辛 让全网泪崩 没事 反正晚上不干活的时候 吃不吃饭都可以 怕人不怕笑 这是发生在西安火车站的真人故事 2017年春雨期间 记者在西安火车站 碰到了一个让人无比心酸的男人 他叫行万强 从新疆打工回家 到西安转河南 他只有42岁 可看起来却像50多岁 虽然他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 在火车上站了40多个小时 一路站完 买票都买不到 站票都买不到 能睡觉吗 走狼走的人 一想到再过八个小时就到家了 两年充满了幸福和期待 大家真温暖 大家吃了肉还香 心里 没喝到水心里都是甜的感觉 路途遥远 为了节省路费多赚点钱 他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 连他的孩子都和他生疏了 让不给他们联系 都光知道这是爸爸 都没有什么感情 几乎 这是爸爸 几乎都没什么感情 听着客人员一度哽咽 他说了他孩子都不认识他 我就觉得太心疼了 就在想如果是我的宝宝 如果要都不认识我 只知道教育上妈妈 我得多难受 除了贝如以外 就是给孩子买的吃的 还不忘邻居家大孩子 然而他自己却为了节省一个盒饭钱 已经饿了两天肚子 客人员问他吃饭了吗 他的回答让人心衰落泪 没事 反正晚上不干活的时候 吃不吃饭都可以 怕人不怕笑 此时的客人员再也无法抑制自己 眼泪夺眶而出 随后联盟跑去食堂 直接帮他打了三份饭菜 还特意加了五个鸡腿 然而对方提了饭菜归来后 邻万强显得有些拘束不安 不停地挠了头 坚持说只要一份就够了 他的朴素和坚持让人心疼 显然他被这份突兀起来的热情 和关注口感动 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一些心酸 然而最终还是抵挡不住 工作人员的热情和善意 打费米饭跟菜 在邻万强嘴里两三分钟就吃完了 原来他是真的饿了 邻万强不举鸡腿 说出了这样的话 他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了家人 却从未真正为自己考虑过 这何尝不是中国千千万万 父母的真实写照 如今六年过去了 他怎么样了 如今他快五十岁了 但从视频上看 他比六年前精神多了 最后祝愿 向邻万强这两农民工生活越来越好